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2日 今天是星期一 也是2023年 新的開始 距離這個香港 跟內地通關的時間 越來越近了 說快 是1月8日 我們也有聽眾跟我們報料 有料要爆 據說香港 疫情也已經很嚴重 也有些地方 有人昏迷 雖然消息不能夠100%確認 但是 已經有這樣的消息流出來 到底 是什麼類型的感染呢 始終 到現在 情況還是不明 只能夠 叫大家小心點 據說現在那個 疫情其實是 掩蓋了 即是說有人忽然之間昏迷 要送院 這些情況 沒有 很詳細的報導 接下來就是1月8日 到底通關之後香港會是什麼情況呢 我們依然 不敢樂觀 也擔心 香港 大規模爆發 而且爆發 並不是普普通通的武漢肺炎 第一 有機會是新型變種 第二 當然更加可怕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病毒 始終沒有人知道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很重大的關口 因為 香港要控制 那個資訊 控制所有的 內情 始終 跟內地比 是困難很多 不過 如果這樣想 又會有個大問題 變成了香港 就是 成為了第一個關口 去測試這個 中共病毒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 是全世界 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政府 正打算 是要對中國大陸來的遊客 要進行 限制 甚至乎是禁止 內地的朋友 你應該其實要體諒這件事 我們再說一次 現在不信任的 很明顯是中國大陸 中共的政策 中國很明顯 在整件事上面 充滿著問題 其實 情況也很客觀 他根本就打算在那裏播毒 這件事直接促成 全世界 沒有可能 對你放寬的 對你 不信任 對你 額外私家限制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不是因為你 是內地人 而是因為你 背後那個政權 所代表的事項 對香港的限制其實也是一樣的 對香港的限制不是因為不信你香港人 你香港人壞一點 而是因為你 香港的港共政權 正在 在防疫的問題上面 做政治操作 而他 是等於 北京的富庸 和傀儡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而事實上 香港就分得很清楚了 所以香港不會因為你外國 對香港有任何的制裁行動 香港人不會說你歧視香港人 香港人 就是很清楚 是因為針對你 港共政府 這節我們講到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 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 繼續幫忙 安裝了Pyletware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Pyletware似乎 似乎好像有一點價值 所以希望大家 運用這個免費模式支持 如果掘幣 記得下載手機應用程式 Pynetwork Pynetwork NET WORK Pynetwork 本台的邀請碼是JohnTuesdaywo J-O-H-N T-U-E-S D-A-Y-R-O-A-D 全部世界 連同一個字 不要分開 這是本台的邀請 好 我們繼續說這個 第一個全面禁止 來自這個中國大陸的所有旅客 不論他國籍的國家 這個 是叫做摩洛哥 在1月1日的時候 北非國家摩洛哥正式宣布 由於中國大陸 武漢肺炎病例激增 所以 禁止 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即是說 你無論是任何 任何人也好 只要你是從中國 大陸 搭飛機過來摩洛哥 我一樣是全面禁止入境 甚至乎 是摩洛哥的外交部甚至乎 是出來發聲明 說當局 是決定禁止所有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旅客進入摩洛哥 皇國領土 無論其國籍為何 即是 連累了其他的國籍人士 只要你從中國大陸 就是飛過來 摩洛哥是全面禁止 而這個政策 直至是另行通告為止 摩洛哥要避免出現 新一波的感染 同一時間 日本就是陽性個案來自中國大陸暴增 據說 98%來自中國大陸入境的旅客居然全部都是陽性 日本 就是在12月30日 開始對從中國入境的旅客 實施新冠病毒檢測 我剛才已經解釋了為何要叫做新冠病毒 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覺得新冠兩個字很敏感 所以 我們決定是繼續要說多一點 本來我們 就一定要叫做武漢肺炎 只是 強制檢測第一天 結果 是92個 旅客裏面 是足足 在92個陽性的旅客裏面 足足有90個是從中國大陸入境 相關數字 是嚇到大量的國家 包括澳洲 加拿大 全部預備政策 要改變 這個數字也挺恐怖的 92個 陽性的旅客 當中 90個人來自中國大陸 換句話說是98% 來自中國大陸 就是陽性了 中國大陸發生甚麼事呢 中國大陸首先第一 可能有新型變種 第二 中國大陸 是有規律 忽然之間 大規模爆發 彷彿是人為操作一樣 而事實上我們也認為 徹徹底底是人為操作 澳洲和加拿大看到日本 這樣的情況 立即 都需要改變政策 因為 現在 無論在任何一個地方 如果 不做檢測 你就是全部陽性的人進入了 根本 就是一個有系統 有計謀地散播病毒 我們再說一次 一個地方有疫情 不代表他要無限制 接收大量有疫情的人進入 徹徹底底 是不正確的 中國大陸 出口 的陽性病患者 是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 可以跟他的數量相比 所以這件事 一定是有問題 現在歐洲的國家 都知道了大陸的情況 他們很多國家覺得自己的國民 已經打了足夠的疫苗 可以 對抗到武漢肺炎 這件事 對了一半 錯了一半 對的部分 當然就是假如那個疫情 純粹 是正常的武漢肺炎 即是說如果沒有新型的變種 又或者 沒有其他 不知名的病毒在裏面 中國大陸 短時間內 火山爆發式 井噴式大爆發 整件事根本 是半點都不尋常的 所以這個時候 世界各國要對他加以限制 對他加以防範 是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認為中國大陸 習近平政權用那麼瘋狂的方法 乘機 對中國大陸人口進行清洗 這件事是一件相當之恐怖的事 而最恐怖的 他膽 在你所有人面前 真的執行這件事 我們 相信他做一件 那麼離譜的事 將會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而現在 只不過是暫時 未見到一個反撲 隨著 內地通關開始 這些內地遊客到處飛出去 不斷檢測到他們陽性的情況 全世界都會收緊來自中國內地 的旅客 的入境 所以 中共向全世界播毒的計劃 未必 好像當初想得那麼順利 理論上 最理想的狀況 就是全世界知道中共 會做這樣的壞事 得利 而中共做這件事的時候 是不能夠達到出外 散播病毒 害死外面的人的效果 這個情況是最理想的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經常都說 習近平做一件事 經常都是爛尾收場的 即是他想做那件事 他永遠 那件事都是做壞 所以從運氣的角度去說 從他失敗率的角度去說 跟他作對 我們成功的機會 其實是相當之高 你看一下他搞那些一帶一路 你看一下他搞紅安新區 他搞每一樣東西 每樣一定會 所以 他現在好啊 他繼續要中國崛起 要中國共產黨繼續統治 我們跟他 做相反就對了 我們成功的機會很高 希望大家 真是 給點信心 也多些參與 我們慢慢把這件事 build up 慢慢做大 我們現在 最需要做的這件事比較緊急一點 就是1月28日 真的希望大家盡量出席 因為我們的人數 場面 不要叫畫面 畫面好像肯定是 有一點問題 場面大一點 多人一點 顯示我們團結一點 是有一個 很良好的推廣效果 我知道 如果是住倫敦的人 或是住藍邊的人 當然 黑池是很遠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考慮上去住一晚 考慮遊覽一下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活動是星期六的下午 所以你絕對是可以在星期六的上午 坐車過來 然後在黑池留一晚 第二天還可以稍作遊覽 然後再坐車離開 這是一個 兩天一夜 的一個遊覽的行程 總之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就盡量出席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下降了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我們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